大家好,今天回到公司 收到不相識的朋友發了很多口信給我 其中有些信息很值得和大家分享,很有意義 他本身是普通話的,我現在嘗試用廣東話去演繹幾個故事 第一個是換位思考 你不討厭什麼 你走路的時候就討厭車 當你開車的時候就討厭黑人 你打工的時候就會覺得老闆太強勢太刻薄 當你是老闆的時候又覺得員工太沒有執行能力 你是顧客的時候就會認為商家太暴離 你是商人的時候就會覺得顧客太挑剔 當你是孩子的時候就會覺得爸爸很嚴厲 當你自己成為爸爸的時候 你會覺得孩子很不聽話 其實我們都沒有錯 錯就錯在我們的位置不同 所以大家要懂得換位思考 人生才會更美好 有一個幽默的故事 有一個人養了幾條魚 不幸這幾條魚死了 這樣就很傷心 他不想把魚肚撞 他就把魚火撞 然後就想把魚灰撒落大海 讓他可以回到母親的懷抱 誰知道那條魚越烤越香 他就買了幾杯啤酒 雖然這是一個幽默的故事 但是就好像我們人生一樣 很多事情走著走著就忘了初衝 幾乎每一個人都聽過 不忘初心 放得始終 很少人會知道下一句 初心以得 始終難守 人生是一場修行 很少人能夠忠於自己內心的目標 和生命的使命 因此 善始者多 善終者少 另一個就是最茅失頓開的一個故事 如果你今天不開心 我告訴你 40年前的今天 蘋果創始人偉恩 他將10%的股份 用800元美金賣給喬布斯 今天這10%的股份 價值幾百億美金 如果你還想不開 我告訴你 賣了股票 賣光的偉恩 他仍然是在生 而擁有巨大的財富的喬布斯 他已經走了 已經去世 這就是生活 沒有輸贏 活著就是勝利 賺錢只是遊戲 健康才是目的 另一個故事就是 各有前因莫善人 你負得起多少責任 痛是一塊石頭 有一半是拿來做佛 有一半是拿來做台階 台階不要不服氣地問佛 大家都是一塊石頭 為何我天天被人踩 而天天的人就去朝拜你 佛就說 因為你是指崖了一刀 而我是經過千刀萬斬千歲百年 這個時候台階沉默了 人生也是一樣 要經得起打磨 耐得住寂寞 經得起考驗 受得起責任 人生才會有價值 看見別人輝煌的時候 不要顧忌 因為別人付出給你多很多很多 如果你乘的士 司機會問你去哪裏 如果你說去哪裏都行 你信不信 一個開了幾十年的的士司機 這個時候都沒辦法把車開出來 因為司機是不知道去哪裏 他不知道你的目的地 他有很豐富的駕駛經驗 他很有良好的駕駛技巧 有很多在開車技術方面 可以安全駕駛 但是司機是不知道 如果你不告訴他你的目的地 他根本不能出發 這個小故事告訴我們一個基本哲理 目標永遠在技巧和方法前面 如果一個人一開始 是不知道他的目的地 去哪裏 那他就永遠去不到他想去的地方 另一個故事就是 天鵝為什麽小神 有一群天鵝 在很遙遠的北方飛來 中途來了一個小島 島上住了一對夫婦 夫婦看到這些天鵝來客 就很開心 拿出食物 和精心位置天鵝 讓天鵝可以進來取暖和餵食 日復一日連復一年 他們老了 夫婦離開小島 天鵝從此也消失 因為天鵝不是飛去南方 而是在第二年 在湖面冰封的時候 全部餓死了 天鵝悲慘的故事告訴我們 漁夫是因為這個過分的溺愛 令到天鵝沉溺在休閒和安逸的生活 養成了一個惰性 喪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 和生存的基礎 不懂得如何謀生 無法適應環境的情況下 就被環境吞沒了 這個故事跟大家說 如果我們人出身在一個太安逸的地方 就可能會有一些 不知道得來不易 以前積聚下來的事情 就不懂得如何去把握和做好 好了 我們今天的故事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Inbox這麼多這些鼓勵說話給我 多謝